两种芝麻的香味再加上花椒和盐的特别配合 好 大家好 今天呢给大家讲一讲一种特别好吃 但是呢我估计99.9%的人都没有吃过的一种面食 叫烤排 这是山东的一种当地的一种小吃的做法 当然我在它原来的基础又改进了 今天就给大家教一教 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 保证你做了一次之后 你会经常的会想重新去做 真真正正的是特别好吃的一种面食的做法 好 第一步呢就是要激发酵母 我一般都是用牛奶来发面 放一些牛奶 但冰箱里刚拿出来的牛奶比较凉 所以呢再放些开水进来 这样就是说温度立马就可以上升 第一步呢先把酵母呢撒在它的表面上 奶的表面上薄薄的一层就行 然后等几分钟 这个酵母呢在既有氧气又有水分的情况下 就激发激活的特别快 它这样繁殖的特别快 这样它面下面发的就比较好 好 五分钟 你看这个酵母都已经激发好了 好 下面就是加上面画面 像这我一般都是加五杯面 现在可以用画面机来进行画面 这个面相对来讲画的要软一些 好 几分钟后面就画好了 就像这样就可以了 不用揉的时间特别长 好 现在把这个表面那一点点水 让它湿外 给它附一个 plastic wrap 塑料薄膜上去 好 就这样就好了 然后把这个面盆放到这个烤箱里 打开灯 这样这个白纸灯 它就会使得里边保持温暖 这样面发的能快一些 当然你就放在这个台子上 然后慢慢发 室内温度也是一样 好 已经两个半小时过去了 面已经发好了 大家看 它发的非常好 就这样有很多孔 再用画面机 给它搅拌一下 不用这条时间 把孔融搅拌没有了就可以了 好 揉好了之后 把这个大点的面团 看 总共就这么多 分成两块 分成两个 把它团成球球 团成球球这样 醒了它几分钟 好 面板上放一些干面 把刚才弄的面团 拿出一个来 把它压扁 擀面杖 就像擀面一样 擀油饼一样 比较薄的 比较薄的 好 这样就差不多 上面撒一些油 注意油不能太少了 这么多差不多 要把这油均匀的 在这上面抹平 要每个地方都能占上油 要每个地方都能占上油 OK 擀了 上面撒上花椒粉 不要太少了 然后撒上盐 盐还得比较多 少了不香 但也不能太多了 太多咸了也不行 好 这样用手给它抹得稍微均匀一些 OK 往里给它翻着 卷起来 它会 看头上它会出一些油 没啥关系 重新把它再擀平 在这个烤盘里 也倒上一些油 底油 不要太多了 这 把刚才擀好的那个面 平放在这里面 拿这个糕的话 可以再压一下 用手再压一下 好 这是第一个 下去擀 回去擀第二个面去 好 第二个饼 也做好了 也是 平摊到这里面 拿一把刀呢 就是这样斜着 给它切好一些浅浅的纹路 不要太不好切 切成直子也行 然后两个方向交叉 这样是切成菱形的 这样有啥好处呢 下面抹上糖和芝麻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涂抹 拿个小碗 里边放一勺糖 放一点点水 拿个刷子 搅拌化开 把糖水抹到刚刚做好的这个饼上 这个糖水抹到上面呢 到时候一烤好的时候 它会首先变 颜色变成红色 所以表面非常好看 这是一个作用 另一个作用呢 就是 抹完了糖水之后 下面这个步骤 撒芝麻的时候 它可以非常好的把芝麻 粘在这个表面上 撒芝麻的时候呢 这是白芝麻 可以非常容易的粘在表面 这个芝麻撒得多撒少看个人口味 我是喜欢撒得非常多 这样比较香 另外呢撒些黑芝麻 黑白相间的芝麻 既香又好看 这个糖水还有一个作用 就是烤好了之后呢 除了颜色好看之外 它吃起来的时候 淡淡的甜味 给你的这个花椒和盐配到一块 非常好吃 OK 现在拿 刀把它 切成需要的 大小一条一条的 这样就好了 大家看 做好之后呢 就是这样 看就是 两排这个饼 所以呢 现在把它放到烤箱里烤 烤出来呢 就叫烤排 把做好的烤排 直接放进去 烤箱 烤箱不用预热 直接 打开 调到400度 400度 然后开始 定时 22分钟 不用预热 直接这样烤呢 有 这样的好处 就是你那个 升温的过程中 它 实际上面 又发起来一些 而且呢 还省电了 好 时间到 好 出锅了 烤好了 烤排就这样 等一下 我把它放下 烤好了 看就是这个样子 一排一排的 所以叫烤排 表面红彤彤的 因为抹了糖的关系 撒的两种芝麻 切开看一下 看反面也是烤的黄黄的 就是橄榄油 非常香 然后因为放了盐和花椒的关系 就像油饼一样 特别好吃 表面再加上 因为抹了这一层糖 稍微有点甜味 所以配上这个 两种芝麻的香味 再加上花椒和盐的配合 非常好吃 建议大家试一试 保证你吃了还想吃 你学会了之后 你会经常想起来 要做一做 好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儿 谢谢观看 拜